由于淡海轻轨捷运就要通车 而其中在淡津淡公站附近 中爱街里头的居民 要走到轻轨站点 中间在淡津路旁缺乏人行空间 因此市议员蔡叶伟就邀及了 新北市捷运局、交通局 还有公路总局等相关单位前来会看 今天上午新北市议员蔡叶伟 与新科议员陈蔚杰来到了淡水区 淡津路与中爱街口 由于淡海轻轨捷运就要通车 其中在淡津淡公站虽然连接国泰桥 但也对附近中爱街里头的居民 要走到轻轨站点 中间在淡津路旁缺乏行人空间 因此市议员蔡叶伟就邀及 新北市捷运局、交通局、公路总局 等区公所相关单位来到现场会看 然后到了这一次以后 要到我们下面的这个G2的 这样的捷运站的时候 那也没有这个人行道可以走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几个 比如包括我们的公路总局 吉美公务段 我们的捷运工程公司 我们的交通局 当我们这个捷运通车了以后 那他们怎么样呢 能够顺利的来搭到 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 我想也透过我们这样的反应 让我们的捷运公司或捷运局 赶快把它纳入考量 我想交通就是要便利民众的一个通行 所以我想把这个 赶快把这个交通措施做得更加完善 也因应未来捷运的通知 我想这是我们非常必须要去重视 跟考虑的一个地方 议员蔡叶伟表示 过去不论是在对面的山上居民 或者是住在中爱街里头的住户 对于淡金邓公站的开通 一定有通勤上的帮助 但要怎么走过去 现在淡金路旁 往台北方向的这一侧 并没有空间给行人 因此陈伟杰野道场了解 并且表示 日后对于捷运周边的设施 是有必要来周全的设置 那今天我们会刊之后 我们会先请这个公路总局 去确认相关的土地全署 那确认完成之后 我们再邀请相关的 不管是公路总局 甚至是交通局 养工处来评估相关建设的这个可行性 包含是实体人行道 或者是这个标签行情的人行道 那我们这个会配合同步进行 那针对于这个短期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去做相关的宣导跟宣传 让这个比较离站体比较远的民众 知道如何连接到他们最究竟的 这个捷运站来搭乘淡海轻轨 在今天的会刊之后 捷运局也说 未来将会配合公路局 交通局或者是区公所 先来划设行人穿越道 接着再请公路总局 在网诞金邓公站的附近 先做土地所有权的厘清 再来评估可行性 但实际到了现场之后了解 由于路旁的空间不足 路边又是边波 还会经过桥梁 要做行人空间严重不足 但捷运局还是会先进行评估 也会对于附近的居民规划 做出最好的乘车动线 记者许多安逸 待会采访回答